文立强,向法庭陈述你的出生日期,民族,出生地,文化程度,职业和住址 1993年4月18号,住福建城市,光级第三个年度是7号 文化程度,再读文科 出生地,光德 黄一强,你以前有没有是否受过法律处分? 没有 这次因为放什么罪? 想来告诉我们辩解 本院认为,被告人黄一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骗取他人财务共计价值人民币1万12万元 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 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起刑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实证法第172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次光泽县人民法院,怎么办公诉宣读啊? 黄一强,刚才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问你听清楚没有? 你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也没意见? 没有 黄一强,你现在可以坐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顺务法第193条,第113条的规定 在法庭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做最后陈述的权利 黄一强,请提提 想要做最后陈述 判处被告人王立强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罚金在本判决后,十日内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请坐下 黄一强,你听清楚没有? 你对判决有什么意见? 没有 本判决将在停后五日内送达 现在必停 请访问了